好,那今天來跟各位分享Premure的旁白的錄音 那素材匯錄之後呢,我們放進來 那現在透過這個 這邊有一個叫Audio Mix這邊 這邊就可以做錄音的動作 那怎麼用呢 那一般預設值的話 我們這邊 這個有一個Truck Input Channel 一般我用預設值就可以了 然後 然後 它音訊,音軌有分1,2,3,那基本上選哪個都可以,那我們先選 這個第二個音軌好了,我們按一下R這個地方 Enable 按一下 好,檢查一下,好,麥克風輸入 然後這邊有一個紅色的,像錄音鍵按一下這邊 那這個時候還不代表已經可以開始錄音了,要透過這個Play鍵 所以我們開始測試 這影片有8秒鐘,所以我們來錄個8秒鐘左右的聲音 好,OK這邊就停止了 按一下暫停 這時候 你的那個素材裡面會出現一個錄音檔 我們點兩下,停看看 我們來錄個8秒鐘,然後我們來錄個8秒鐘的聲音 好,OK這邊就停止了 好 那表示就OK了,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聲音 這時候你會看到,它這個工作區的 呃,音軌的檔案也自己匯入,所以我們就可以自己移動 移到音軌 好,切齊一下 那如果弦聲音太小怎麼辦呢?這邊可以調整 像我們剛才是這支音軌 看一下 應該是調,因為我們把它移到音軌1了,所以應該是要調音軌1的位置 我們測試一下,拉到最高 好,沒錯 那假設呢,我們把它移到最小 好 門題,所以是要依照 假設我們原來預設在音軌2好了 我們就要透過這個音軌2的頻道來調到大小聲 那我們再把它調到音軌1 調大聲一點 OK OK 那彈錄彈出的方式一樣齁,上次有分享過 從這個 存息旋,Audio存息旋這邊有一個 Fitting 就是彈 彈錄彈出的意思 拖曳過來 好,OK OK 好,停止 那基本上就是今天分享這個 錄音的 側錄旁白的那個功能 OK,好,謝謝各位 OK